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妈妈 爹爹不在了 快 不难过 妈 妈 妈 别拉着我忙 什么叫不难过 你告诉我 什么叫不难过呀 你 你不难过 是不是 对不起 你还好意思来呀 你好意思来呀你 不要 怪也要怪我 我没有管叫好女儿 有什么你冲我来吧 我冲你来 你是谁呀 我冲你来 跟你们这样的人结亲 我们倒了八辈子没了 你还我老爷的命 你还得起吗 你们走 你们走 不要让我再看见你们 走 走 小少爷 你怎么那么丑不了脸呢 你还好意思来呀你 这没见过你那么丑不了脸呢 她不要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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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了 你们能不能别闹了 姐夫啊 你到底帮了什么呀 走 你拉着我干什么呀你 对不起 你原谅我吧 你老公 你且不莫冤 你死了 你老公 你骗你 你死了 我一猜你就来了这儿 陈哥 你怎么来了 你妈很担心你 他让我过来找你 我一猜你就来了这儿 喝杯酒吧 不用了 川哥 你也别太难过了 人死不能复生的 其实都是我的责任 明知道米家姐脾气不好 我就应该回避的 小语 有句话我想问你 如果为了我家的安宁 如果为了帅上 如果我现在叫你走 你会做什么 我还没有想过 如果是米家的话 她连想都不会想 一定早了 你说我凭什么信 起码不会完全信 照你那么说 我很坏是不是 你就这么看我呀 川哥 你别忘了 帅帅是我的儿子 可我至今都对你们家手口如皮 我什么都没有做 小云啊 米家比你简单 你比她聪明多了 你斗的是心 她斗的是气 如果连这点我都看不出来的话 在商场上这么多年我孙白昏了 我不想伤害你 所以我才没有把话挑明了去说 你哪儿是怕伤害我呀 你是怕我感情用事 把孩子抱走了 伤害到你母亲这儿吗 不只是我母亲 是帅帅 那是你的儿子 你说吧 你说吧 你到底想的格道是什么 我妈 川哥 你跟你家姐不可能再走到一起了 我也希望我的儿子有一个完整的家 我理所当然地成为他的妈妈 这难道有错吗 你没错 其实这都是我一个人的错 我结什么婚的 我一个人结什么婚的 少喝点啊 喝个酒你管我 姐来给我 什么菜啊 你们先吃着 我再去做一个菜啊 姐 别去了 差不多就行了 够吃了 来来来 吃饭吧姐 这你做的鱼姐 好吃好吃 妈呢 出去当拉鸡了 马上就回来 妈回来啦 吃饭吧 妈也尝我姐做的鱼 特别香 气死我了 简直是 妈 妈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难怪人家都说 马蹄巷的人是小市民 我刚才就倒了一趟垃圾 就有人说三道四地追着问我 说你的女儿是不是把公公气死了 让婆家赶出去了 你们说 她从哪儿听说的呀 谁呀这是 我都废得要欺诈 妈 我跟您说呀 这颜川他爸去世啊 报纸上都登了 这作为颜家的儿媳妇 颜氏的少奶奶 您觉得 姐这个时候还待在家里合适吗 这街坊四邻他怎么可能不议论呢 我跟您说啊 这难听的话呀还有的是呢 您要是都放在心里 那您不被气死才怪呢 就是啊 我早怎么说来的嘛 人严家的葬礼咱们家就不应该去 换了别人早就跑了 咱们呢 硬把脸给人家让人家打 那天去了这么多人 一川诗十川百人言可畏呀 这回咱们老米爷的丑算是出大发了 说的对 那天我就觉得够丢 说够了吧 吃饭堵不住你的嘴 妈 算了 别说了 你姐姐现在这个样子归根到底谁的责任呢 有点瘦 让蟹让狗吃了 妈 行了 算了吧 吃饭吧 来来来 吃饭 我不吃了 我没胃口 不是 但是 我喝好了 我先回去了 妈 您这是干吗呀 这好好的一顿饭 你呀 早点从这儿搬走 我搬哪儿去呀 您在说什么呢 吃饭吧 吃不下 您不用服 怎么了 又喝多了 妈 多吗 多了好啊 多了我这什么都不用想 我可以上去就睡觉了我 你这是干吗呀 妈 跟你说实话 你儿子这儿疼 这儿真的疼 你说我要早知道这样的话 我结什么婚啊 我结婚了我就不是人 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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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吓唬妈 别瞎说 别吓唬妈 啊 真的怕了 那时候给自己找什么麻烦 现在不回了 再也不回了 其实一个人挺好的 儿子 还是一个人痛快 早孽 早孽呀 早孽呀 好好的一个家 都让米家给毁了 人家说的没错 他就是个祸根 就是个祸根 哎呀 阿姨 您别太生气了 您别太担心了 川哥只是心情不好 过段时间就会没事的 晓芸哪 没事的时候 你多陪陪他 多关心关心他 放心吧阿姨 我会的 你跟我说实话 你喜不喜欢我们演传 要喜欢就赶紧说 想嫁他的女人多了 你别听他说 什么一个人哪 男人哪能一个人过一辈子呀 我是不会同意的 他能没个家没个女人吗 但是啊 我就是一条 这个人哪 得对我们帅帅好 他必须是个合格的后妈 小云 你要是 有心的话 我去给你做个做个 哎呀 不用了阿姨 哎呀 还不好意思呢 你说你喜不喜欢吧 喜不喜欢 就这么定了 你在写什么呀 我打个申请报告 看看能不能复职 不是说你辞职的手续 已经办过了吗 啊 办事办过了 可时间短 再试试吧 要是 重新参加应聘的话 可麻烦了 得投简历 得参加考试 得提检 一大堆的事要做呢 你后悔了 后悔的事多了 可有什么用啊 谁当时就能想得到的 要是能掐会算就好了 早知道今天 我连这个婚都不会结的 说鬼话 好 你家啊 这个银行卡里面有二十万 把它交给颜川 先还给他妈妈 妈 您这是干嘛呀 颜川不是都跟您说过了吗 这借条的事就算是过去了 您别老揪着不放行吗 您就算给他 他也不会收的 反而招惹大家不痛快 如果他不收的话 你就拿着 交一个手期买一套房子 然后从这个家里面搬出去 以后的事情再说 妈 你就这么想让我走啊 我是不会走的 妈妈 我有这么好的妈妈 我干嘛要走啊 等你老了 我伺候你 陪着你 你陪着我 妈妈能守着你身边一辈子 妈 你说什么呢 李嘉呀 妈妈还是那句话 我最操心的就是你了 妈 电话 把这个卡收起来 把这个卡收起来 右边 右边 穿 穿 小嘉宜 打了 进来吧 易奕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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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这事花了 你走 你走 小嘉宜今天打满了 我让你看 我让你看 你看 你看 看哪 你烦不烦呢 听 你说谁烦呢 说谁烦哪 你呀 你几个过 你再说一遍 我告诉你啊 我整天被你妈唠叨 我都快被她烦死了 你说我烦 你说你妈啊 太太偏心眼了吧 怎么着 你姐她一天不好起来 我们大家的日子都不要过了 是不是 我告诉你啊 我早就不想跟她们在一块住了 那上哪儿住去啊 那怎么办 你告诉我 你别想一出是一出了 你你把给我帮我 什么叫想一出是一出啊 我们搬出去 自己买房子 买房子 你开什么玩笑 我上哪儿弄钱去啊我 你 你有钱 你把钱给我 你给我 你别跟我打哈哈 我哪有什么钱啊 你妈有呀 我告诉你啊 你妈已经偷偷地攒了二十万了 都在她那张卡上呢 你怎么知道的 唐叔告诉我的呀 她还说 你妈呀太精明了 这叫什么呀 这叫借机下单 什么 什么意思 你怎么那么笨呢 就是说咱妈呀 借她那个小饭店做生意 然后呢 唐叔开饭店借了一大屁股的债 可是咱妈却赚大了 要不 要不你去跟妈说说 让她把这二十万借给我们 然后我们出去付个手期 你别乱说话呀 那钱是我妈还给严家的 你让我说你不让我找一妈吗 你怎么那么怕你妈呀 我不是怕你 人严川不都说了吗 这个钱她不要了 到最后这个钱肯定给你解呀 你说你凭什么呀 一天到晚在外面辛苦 一分钱你都赚不回来 你去不去说 你 我不说 不说是吧 行 我去说 喂 喂 萌萌 你 你听我说你听我说 你别去 你听我说 萌萌 又叫我出来干吗 我知道你不想看见我 那你还过来 成心长不痛快是吧 尚小玉 你知道吗 我一看见你就有一个念头 你怎么还不死 你怎么还活着 你就这么恨我呀 你觉得不应该吗 随你怎么想吧 我今天过来 就是想告诉你 颜川他妈已经找我他了 希望我嫁进他们家 给帅帅当后马 你到老远的过来跟我说这些 就是为了提醒我 我跟颜川没有可能了是吗 你达到目的了是吗 可就算这样 就算我心里有鬼 就算我对不起颜家 我也不会那么虚伪 去祝福你们的 因为我瞧不起 你太卑鄙了 好自为之吧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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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妈 我有点事想跟您商量…… 妈您坐 坐 妈 什么事 现在这外面买商品房 特别的划算 打折打的哟 妈 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你就这么想买新房子搬出去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就是觉得吧 这买房子也是一种投资 对吧 对对对 以后这房子还会争执呢 妈 你们是不是昨末我那二十万呢 妈 你这话说的 我们俩是想先借用一下 对对对 借用一点 说的挺好听的啊 我跟你说 这二十万我借给谁都不借给你们 我借给你们 你们什么时候还给我呀 整天你们在家里面吃饭 一分钱都不拿 况且你们还该着我五万块钱呢 不要忘记了 什么时候借的 忘了 五年前做生意赔的时候 是不是赔了 你却 我没跟你计较过吧 你现在就这点钱放在我这儿你就心疼了 妈 我告诉你 这二十万不光是你挣的 还有我挣的辛苦钱在里面呢 妈 这儿怎么了 没事 跟你没关系 你进一步休息吧 去吧 去吧 姐 你先别忙着走啊 来 坐会儿坐会儿 坐会儿啊 我有一点事想跟你说 我呢 想跟米强出去买套房子 我想问你 妈是不是把那二十万给你了 你算什么呀 我就是给他了 怎么了 跟你有什么关系呀 妈 行了 你这是干嘛呀 我不就是问问吗 您至于吗 妈 轮不到你问呢 你要是有良心的话去找你哥哥 把孩子给我找回来 走 哼 瞧你这点出息 连自己老婆都管不好 没错 妈 你这话说对了 我还真管不住他 您整天就这么骂我 那三岁小孩都瞧不起我 我能管住谁呀 我知道您什么意思 要有一天你把儿子给骂残废了 您也就痛快了 妈 您先进屋吧 我想跟米强说说话 养了你这么个东西 一向 嗯 我正准备 去你屋里坐坐呢 拿着 姐姐 这 拿着吧 这本来就是你的 该残愧的人是我 你说这么些年 我这个当姐姐的 也没帮过你什么 很不称职对吧 很不称职对吧 不不 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我 对不起你 我对不起你啊 行 行了 不说了 我 کی 你送你 别的 筷子 我 我 给你蛋 我 你 在我 我 我 你 你 认为我 你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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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言穿了 昨天晚上怎么喝了那么多呀 还好吧 你爸不在了 这严实的财权 我也不想管了 这是公司的账门 所有手细都在这儿了 你把握着吧 好自为之吧 妈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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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能换回你爸的命啊 儿子 妈这么说 不是要给你压力 让你难受 让你自责 也不是抱怨什么 也不是抱怨什么 但是 你爸都别接去了 妈心里 太难受了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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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连话都不想说 什么都不想做了 妈 妈 针 太明々了 妈 家 要是先走一个 捍一个 不好收 不爱她 好在 还有你 还有帅帅 不然的话 妈觉得活着都没有因此 妈 千万别这么想 还是要打起精神来 朝前走 是 要打起精神 儿子 你也不要太小沉了 妈知道 妈知道 你心里放不下米家 妈又说香香 她虽然脾气不好 可是也没什么害人之心 她也不是诚心 可是你爸的鼻竞去了 所以只要想起她 我心里就堵得慌 这个也请你理解好吗 是啊 所以啊 儿子 你也别指望我再接受她了 这太难为我了 至于你呢 你想怎么做 你想怎么样 妈也不拦着 妈不管了 也自己看着办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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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妈 妈 您别忙着吃呀 我不是跟您说了吗 你想出去买包子了 你们干嘛吃包子 你们应该到大饭店 去喝早茶去 有钱烧的 妈 不就是吃个包子吗 至于吗 至于吗 来来来 来来 你玩的 我上厕所啊 买回来 你快赶紧的 热得更粗笼的 快点啊 你待会儿竟然还不出来啊 快去 娘你没法吃的啊 你快点啊 听到了 妈 来来来 你你你 吃包子 吃包子 来 再尝一下 来来来 来来 尝一下 妈走 妈走 我吃不起 你别去啊 妈 你 你 您这不是诚信拿我这热脸 听着冷屁股吗 您尝一个来 还热得呢 你们赶紧买房子搬走 我眼不见心不烦 妈 您尝一个吧 作孽 颜总 坐 真想不到 您会约我 真是太荣幸了 还跟我客气啥 那当初你讹我钱的时候 怎么不跟我客气客气 不是 那是个误会 真不是我 行了 过去的就过去吧 不提了 喝点茶 谢谢啊 佩比 我今天叫你过来 是想问你件事情 希望你能如实回答我 颜总 您是不知道 我一向是个老实人 您问吧 当初那个小七鹰 就是那个小豆豆 你到底忘在什么地方 怎么又问这事了 我不是早就说过了吗 我都忘了 我就弄不明白了 你们干嘛老是问这事了 都过去五年了 就忘得更干净了 真的吗 真的 我要是骗你 我是你儿子行了吧 就算你是我儿子 我都不会相信你 难道真的一点线索都没有吗 除非是你诚心的 你就诚心不想让我们找到他 没有 没有 真的没有 好吧 咱们谈个条件吧 条件 什么条件 对付你这种人 只有一种东西能让你开口 钱 院长 怎么样啊 我还能在这儿工作吗 我说米江 你不是真的去承行为难我吗 你这财打字报告 没有工作 你可知道你的位子已经给顶了 这么快啊 要进来的人可多呢 能不快吗 现在已经操编了 你不是在家相复轿子做坑太太吗 怎么这会儿又来上班了 一言难尽啊 算了 不勉强了 米江啊 你太理解我了 越空缺我就通知你 那好 谢谢了啊 你又不缺钱 十一两天没问题吧 行了 别跟这儿起哄了 还有事我得跟你说 就是那个刘晶晶 对了 我正好想问呢 她怎么样了 还能怎么样呢 不吃不喝的 准备劝退呢 那时候是你担保进来的 我们也没办法 妈也出了事啊 谁负责 那好吧 那好吧 刘敏 麻烦你把孩子带过来 我带她走 哥 什么事啊你 那么着急把我给叫过来 找你有急事事啊 你才来的 什么事啊 赶紧说 刚才颜川来找我来了 她人刚走 她跟我说 只要能把那个小七星找回来 她给我一百万 多少 一百万哪 一百万哪 噓噓噓 对了 还有这个 这什么呀 颜川说 那小七星丢的时候 带着个一模一样的 只要能找着另外一只 就能找着这孩子 是吗 可当年我怎么没留意啊 毛毛 你就跟我说实话 这孩子到底怎么回事 他怎么就那么值钱啊 还有那个米强 事都过去五年了 见着我跟个仇人似 你说 这到底为的是什么呀 哥 事到如今 我跟你说实话吧 啊 当年那个七英小豆豆 她是米家和颜川的亲生女儿